中国四川省亚安今年才刚发生七级大地震 这个月连日的强降雨山洪爆发 造成许多民房被冲毁道路交通中断 本月13号的暴雨将石棉县和平村冲成孤岛 村内410人一度失联 索性最后平安巡获 而四川都江燕时日发生了大面积土石流 目前已知造成43人死亡 118人失踪 陕西与四川暴雨频传造成山崩与土石流 许多民房被冲毁 四川省七月豪雨造成道路电力通讯中断 13号的暴雨将石棉县和平村冲成孤岛 有400人一度失踪 索性恢复联系 目前正等待救援物资送达 四川省都江燕市在10号发生的山崩 已造成43人死亡 118人失踪 搜救仍在进行 四川省七月以来 各地已经出现多次的大豪雨灾情 从15号到18号 预测四川省又将有新一波的豪雨来袭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三川省七月以来